跟剛剛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他沒有紫對不對 這感覺是有點像灰灰的 加第三個顏色基本上顏色都會比較灰一點點 但是他這裏面顏色變化很多 可是不要直接加灰色為什麼 因為灰色會讓他感覺髒掉 這個顏色加上去他不是髒的 所以有同學問說乾脆加灰色就好了 這個顏色跟灰色差很多 也是感覺有點灰但是他是有很多層次的那種灰 跟那種死灰色不一樣 兩邊都疊在一起 然後到中間這個地方 這邊裡面還是要畫 這邊其實 也是有這個 兩邊併在一起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先加5號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加5號 中間這邊有一個閉合的線 然後5號這個加完之後 一樣還是要加13號 這地方就不用做太多 只要把他這邊表現出來 他這邊有在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邊緣線到這個地方 交接的地方要稍微清楚一點 然後到這個地方邊緣的地方 要稍微讓他清楚 這邊顏色我會稍微整理一下 一下 我直接整理這邊跟這邊就可以了 然後中間的地方這邊進來這邊 故意讓他稍微清楚一點 後續也可以壓一點這個顏色 中間這邊也要帶一點 綠綠的 然後接下來就接 綠色的這個 金的部分 然後我們綠色的金 也是講完了 回去反正就讓我們把它做完 老師你看那個 這個花瓣就像這樣子做嗎 跟它是一樣的 可是 看到一點點嗎 這邊 還是有 做法一樣 應該不會差太多 這邊下面的部分 顏色的話 這個綠 很鮮明 而且這個綠的感覺 那個 黃的部分會比較多 所以我這邊會把 黃色壓得重 這邊跟這邊又不太一樣 這邊整個彩度要出來了 所以到下面 喜歡壓大力的同學 盡量壓大力一點 喜歡重壓 顏色很濃厭 很搶眼的同學 這個時候不要放過 二號 這個顏色 二號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再壓多一點 壓重一點進去 謝謝 謝謝 謝謝